迪奥 你没事吧 你怎么哭了 小伙伴们又取笑我 小伙伴们又取笑我 每次被取笑没有魔力就哭 怎么行呢 我也想要变强啊 那你就擦干眼泪 好好修炼 别离那些讨厌鬼 贝德罗斯 别那么苛刻嘛 迪奥天生就没有魔力 我不喜欢迪奥被人取笑 也不想看到他哭 我也是 所以迪奥必须变得强大起来 迪奥 虽然因为你没有魔力 多少会有局限性 但是只要反复修炼 完全可以教训那些取笑你的家伙 贝德罗斯说得对 而且你也不是一定要变得很厉害 你身边有我们呢 谢谢你们 我以后不哭了 好了 现在走吧 我们今天不是约好要布置小基地吗 嗯 快走吧 我要用漂亮的石头来装饰 迪奥笑起来真好看 我也这么认为 哇 终于搞定了 真棒 给我们小基地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这个嘛 卡伊尔 你觉得呢 叫正义勇士基地怎么样 又是正义 总之啊 你就是热爱正义 不如就叫赫里西安攻击队基地 赫里西安攻击队 进攻卫格纳斯所在的赫里西安 收复首都正是我们的目标 不错哦 打败迈格纳斯之后就去铲除吉伦达尔默 吉伦达尔默 是在格兰蒂斯引发战争的高档艺人收领吧 我在历史课上学过 没错 所以等我们收复被迈格纳斯夺走的首都之后 就要去消灭吉伦达尔默 那么从今往后 这里就叫做赫里西安攻击队基地 我们是赫里西安攻击队 谁来当队长 咱们当中我实力最强 我想当队长 我赞成 基地的名字也是贝德罗斯提出来的 卡依尔 你介意吗 我当然也赞成了 让我们一起成为骑士团员 去打败迈格纳斯 然后再去消灭吉伦达尔默 好 那么我宣布 赫里西安攻击队就此成立 成立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瞧你闲的 我和卡依尔已经当上骑士团员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加入我们啊 我没有魔力 恐怕很难成为骑士团员了 别说这种泄气的话 好好修炼 哎呀你好唠叨 我很努力的 你没有魔力 已经进步很大了 是吧 我真的很用心 但是 还不到可以加入骑士团的程度 不过说到底 没有魔力还是有点局限 等将来有了魔力 迪奥也可以加入骑士团吧 迪奥没有尾巴 估计是不会拥有魔力的 别太伤心迪奥 你没必要非得成为骑士团员 这叫什么话 我们结成赫里西安攻击队的时候 不是发誓大家都要成为骑士团员吗 迪奥 你试试多吃点 好好运动 如果能练出像卡塔利安队长那样的肌肉 不靠魔力也能打败扎纳罗菲之类的 迪奥 你试试多吃点 好好运动 如果能练出像卡塔利安队长那样的肌肉 不靠魔力也能打败扎纳罗菲之类的 你笑话我 没有魔力我也能揍你 抱歉抱歉 话说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 已经到时间了吗 好羡慕呀 你俩今天也要加油哦 好 谢谢古力 我们走吧 卡伊尔 等一下 嗯 怎么了 我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们很忙的迪奥 奇怪 我也有种不好的预感 卡伊尔 怎么连你也跟着瞎掺和 我们快回去吧 再拖下去要迟到了 我说真的 东侧圣殿好像出事了 东侧圣殿 去看看 喂 卡伊尔 你相信这种荒唐的猜想吗 可是我也感觉到了 而且迪奥的第六感一直很灵 我们快走吧 反正我这个队长就是有名无实 好吧 一起去看看 祭司倒在地上了 那些祭司在干什么 我没见过他们 好像是 他们攻击了守卫圣殿的祭司 该怎么办才好啊 他们人数太多 请我们几个应付不来 我去求援 你们盯着那些人 要是有危险 就赶紧逃跑 知道吗 嗯 你要快点回来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再靠近点 去掉这块圣石 防御力就会减弱 하지만 성석을 건드리면 저주에 걸리지 않을까 事到如今你还担心这个 那倒是迷信 그럼 你给 성석을 제거해봐 不是说好我这副祭司 你去拿圣石吗 莫非 他们想拿走圣石 必须阻止他们 이 애송이들은 도대체 뭐야 깜짝 놀랐네 好像晕过去了 幸好 우리 얼굴을 봤을 테니 없애버리자 대단 잠시 부진라 这 성마리는 어디 갔고去 도망쳐 对 是这边 卡이얼 띨 那个纹样 狂龙战士的纹样 狂龙战士 看来狂龙战士终于出现了 卡塔利安 先把他们送去医疗处吧 你醒了 这里是 这里是医疗处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 还行 就是脑袋有点刺痛 幸好 卡伊尔呢 卡伊尔也没事 不对 现在该叫他狂龙战士了 狂龙战士 卡伊尔 阿布 狂龙战士为了救你冲向那些人 结果在这过程中觉醒了 狂龙战士是诺巴的守护者 没错 多亏了 多亏了卡伊尔 我才平安无事 我要去跟他道谢 这是什么 狄奥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东侧圣殿的圣石 附着到了你的身上 圣石附着到身上 什么意思 圣石附着到你身上后 变成了那个手镯 等于说万神殿 有一块圣石消失了 卡塔利安 你别责怪他 就算没有卡伊尔和狄奥 那圣石也是会被抢走的 嗯 明白 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我只记得我走上前去 想保护圣石 圣石附着到我身上 变成了手镯吗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不能把它取出来吗 我听说没有圣石 保护罩就会被削弱 已经附着到体内的圣石 是没法取出来的 但它对身体没有危害 你放心 我没想把圣石拿掉 我只是 我知道你那么做 是为了保护圣石 而且万神殿 还有三块圣石 保护罩会继续运转 可是 因为我 迪奥 你又像从前一样 要哭鼻子吗 也不知道反省 卡塔利安 对不起 我一下情不自禁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真的 迪奥 我跟过去看看 我居然把圣石弄没了 本来就因为没有魔力 一点忙都帮不上 怎么又发生了这种事 迪奥 等等 你别太难过 圣石 不会随便起反应的 如果它对什么人都起反应 早就在当初 从赫里西安 转移到万神殿时 附着在运输的祭司们身上了 迪奥 你是特别的 因为你想要守护诺巴的强烈心情 圣石 可这也不能改变 圣石因为我才小说的事实 我真没用 迪奥 我以后会怎么样呢 迪奥 卡伊尔 听说你成了狂龙战士 太帅了 祝贺你 你没事吧 我没见你的人影 很担心来着 有没有受伤 给我瞧瞧 我没受伤 但是 我听说圣石附着到你身上的消息了 迪奥 别太伤心了 没关系 你也知道 这种是我早习惯了 迪奥 我以为这东西附在身上 忽然我产生魔力呢 但似乎 没那么走音 居然把保护万神殿的圣石给弄没了 在你们看来 也觉得我很荒唐吧 当然没有 大家都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圣石才变成这样的 贝德罗斯也很担心你 谢谢你这么说 而且另外还有三块圣石呢 保护着好好的 你别太过担心 可是如果再有一块圣石消失 保护着就会失效 都怪我 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 我会少猪的 我保证 谢谢你 凯伊尔 你们总是会帮忙修正我的过失 我先走了 迪奥 我不能一味地依赖卡伊尔 既然我是在这里被圣石附身的 也肯定能在这里找到解决办法 我没有魔力以顺利的修炼至今 寻找突破口 收拾局面吧 问题是 不知道应该先从哪里着手 嗯 要不先把圣殿仔细调查一番 喂 谁 谁在说话 你现在才听到我的声音呢 你在哪里啊 快出来 看你的手腕 是 手拙在说话 你震惊点 集中精神 现在能看到我吗 呜 看样子来到圣殿更容易交感 龙 我叫艾斯卡达 起身于你的手拙里 之前你一直听不到我的声音 我郁闷坏了 你是寄生在圣石里的神之类的吗 可以说差不多吧 你知道圣石是如何形成的吗 嗯 我在历史课上学过 很久以前 麦格纳斯进攻赫里西安 大家被迫迁往万圣殿避难的时候 由于无法搬运守护诺巴的圣遗物 所以将其力量转移到圣石上带过来 是的 我就是当时与圣遗物的力量 一起被转移到圣石上的 那你真的是神啊 确切地说 我是神的意念 在圣石里寄生的时间太久 以前的记忆都忘得七七八八 也不具备本体的力量 你一边问我是不是神 讲话又没大没小的 真没礼貌 你也没跟我客气啊 哎 无所谓 你不知道我多么盼望能遇到 可以和我交感的人 认识你真是这种幸运 你是说只有我能跟你对话 对 圣石付到你身上并非偶然 是出于我的意志 我的确是因为感受到异常气息 才来到这里 可是也正因此让圣石消失了 反正就算你和你的朋友不来 圣石也会被那些家伙抢走 尽管如此 你感到愧疚也很正常 既然搞没了一块圣石 你要不要试试补上这个空缺 我哪有能耐替代圣石啊 有我负在你手腕上 你就能施展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你是说我能使用你的力量 对 长久以来 我寻找能够与我交感之人的原因 就是为了传授我的力量 由于我只能以意念的形式留存下来 除了帮忙搭建守护万神殿的保护罩 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我不能永远待在万神殿呢 还得收复赫里希安呢 我希望得到我的力量后变强的勇士 能拯救诺巴 我也想为诺巴而战 要怎么做才能使用你的力量 为了传授我的力量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积累声望 声望 没错 变成一年之前的我 曾经怀着明阳天下的野心 或许至今对此仍有留恋吧 可能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野心 所以要使用我的力量 必须具备声望 但是我没有魔力 所以压根没法获得 作为战士的声望 这叫什么话 你没有魔力 我以为能和我交感的话 肯定是位魔力高超的勇士 我从诞生的时候就没有魔力 这是我没想到的 看来你拥有的不是强大的魔力 而是特殊的能力 我还短暂地以为幸运降临了 结果空欢喜一场 你没事吧 果然我一个人还是不行 我要去拜托卡伊尔和贝德罗斯 一起想办法把这个摘下来 什么 你要摘了我 喂 你说你要把我甩了 卡伊尔 贝德罗斯 我正找你呢 给 这是礼物 刚刚我好像没能顾及你的立场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承担错误 去东测圣殿 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决定 如果那是个错误 我也有责任 别瞎说 不是你的错 卡伊尔 那么同样 你也没错 迪奥 卡伊尔 从一开始 我就该说你没错 对不起 看在花的份上别难过了 你喜欢漂亮东西对吗 嗯 谢谢 迪奥 你真被她的话安慰到了吗 卡伊尔和你根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 卡伊尔因为去了圣殿 变成了狂龙战士 你却得到了摘不掉的奇怪手镯 大家犯了一样的错 卡伊尔获得巨大的奖赏 你只多了个麻烦 而且还受到人们的嫌弃 所有人都认为 是你害大家损失了一块圣食 贝德罗斯 在这种情况下 卡伊尔安慰你就是种欺骗 现在不是天真的沉浸于感动的时候 贝德罗斯说的对 圣食的消失是我的责任 但是贝德罗斯 卡伊尔没有欺骗我 我们是朋友啊 我得去休息了 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贝德罗斯 你还好吧 嗯 没事 我先走了 喂 贝德罗斯 你哭了 没哭 没有魔力又怎么样 你没必要非成为勇士不可 虽然不能把我的力量 传授给你挺可惜的 你不用在意我了 我就没想过你 是吗 我真的很希望有人能接受我的力量 为诺巴而战 拜托你考虑一下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将圣食放回原位 那样你也能从头来过 另外找人传授力量 那不行 我说过 因为你很特别 才能和我交感 可是 迪奥 只要你获得力量不就行了吗 那么一来 你就能担起保护圣下圣食的责任了 我想要的 不是像你说的成为拯救诺巴的勇士 或者拥有像狂龙战士一样了不起的力量 我只希望 有能力做好我分内的事情 我也不想再成为凯伊尔和贝德罗斯的负担 哪怕是为了疼爱我的狼牙奶奶 我也想作为诺巴的一员 起到作用 我想守护我身边的人们 那 你会不惜一切来获得力量吗 不惜一切 那也不至于 看来你也不是很迫切 不 我很迫切 你有办法吗 我愿意试试 真的吗 可不许反悔哦 到底是什么办法 要出卖灵魂吗 说来也不难 我是偶然得知的 声望这东西 不仅仅只有作为战士的声望哦 哦 嗯 嗯 那么 叫什么好呢 叫暴力蒙天使好了 来 你喊一声 暴力蒙天使 装扮 试试 暴力蒙天使 装扮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起来完全变了个人 哦 比想象中还完美 很适合你嘛 这什么呀 艾斯卡达 名人的声望也是一个道理 你不是有副好嗓子吗 以这副面貌去演出 就能打出名气 进而获得我的力量了 演出 你是叫我唱歌 对 你听说过偶像吗 偶像 我也不太了解 好像是穿着漂亮衣服 靠着唱歌跳舞 获得高人气的艺人之类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倒听途说的 总之 我们去演出吧 我非要穿这样的服装吗 穿上这样的服装 才能称作偶像啊 你不是说需要我的力量吗 不是说什么都肯做吗 知道了 我试试看 好 那我们去演出咯 有点难为情 都到这儿了 你要打退堂鼓吗 你能行的 暴力蒙天使 只要克服暂时的羞耻感 就能够做到 先自我介绍一下 告诉大家你是 战场之星 暴力蒙天使 要那么夸张吗 只说暴力蒙天使不行吗 我见到的偶像 都是这么做的呀 偶像必须把自己的名气传播出去 公说名字给人印象不深 你当偶像的世界那么好混啊 知道了知道了 这是谁啊 没见过 他好像要做什么 我 我是战场之星 暴力蒙天使 不错哦 战场之星 暴力蒙天使 你别吃下我了 抱歉抱歉 怎么样 做得来吗 一开始有点别扭 做着做着还挺有意思的 似乎挺适合我 是啊 自信点 因为是突然举办的演出 人不多 但是大家听了你的歌 都很喜欢 是吗 之前我很紧张 没这么看观众的反应 很高兴他们喜欢 现在大概有十个人 知道暴力蒙天使这个名字了 有十个人 比想象的还多呢 十个人哪里算多呀 以后你要让上百上千上万人都知道 暴力蒙天使的大名 认识暴力蒙天使的人越多 你所能使用的我的力量就越多 好了 现在我可以给你传授一点力量了 你集中精神 我已经给你传授了力量 现在你可以使用新技能了 每当你要施展技能的时候 就会变身为暴力蒙天使 放心吧 为什么非要变身 向来没有魔力的迪奥突然施展技能 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倒是 不光是获得技能就行了 要想顺利地使用我的力量 必须经过修炼 你要好好加油 作为传授力量的纪念 我在你包里放了个有用的东西 看看吧 哎呦 吊 你最近很用功吗 嗯 我正在努力 有了魔力之后 修炼起来进步显著 所以更有动力了 不错不错 在修炼的同时 也别忘了练习唱歌和舞蹈哦 呃 先等我 变得更强再说 偶像的世界是很残酷的 虽然你目前靠着变身成可爱的模样 吸引了关注 但是下一次演出 我知道 可是我没有地方练习啊 尽管还不算出名 但已经有人认识我了 你也考虑下我的隐私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给你布置了一个专属空间 要去看看吗 我辛辛苦苦准备的 你怎么不领情啊 我不了解你的喜好 所以 是按照暴力蒙天使的风格 来布置的 感觉不妙啊 好奇的话 就自己去看吧 使用白日梦技能就能过去 在那里好好练习 成为最棒的偶像吧 既然获得了新力量 现在 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要先去告诉卡伊尔和贝德罗斯 你要坦白 你就是暴力蒙天使的事实 嗯 告诉他们两个 没关系吧 你要想那么做 我不拦你 但希望你回顾下 你想获得力量的原因 等将来你更加出名 完全接受我的力量后 你将会成为诺巴的一大战力 到时候你去最前线战斗 不会平白让朋友们担心吗 你这话说得好老成 艾斯卡达 我比你年长多了 是啊 你说得对 我不想让卡伊尔和贝德罗斯担心 真想找个人倾诉的话 去找大神官怎么样 他似乎很了解你 不是还说过 你是特别的人吗 他的名字是叫 狼牙 你不是很想跟人倾诉吗 嗯 那你就去大神殿内部吧 你是谁 我似乎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哎呀 我该先解除变身再来的 啊 我是 你 是迪奥 你怎么知道的 你身上有种独特的气息 源自于你想守护 所有人的善良心意 不过 你这身装束 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 圣石付到你身上 果然不是偶然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吗 除了艾斯卡达和我 谁都不知道 我第一个就告诉你了 干得好 这件事 还是向大家保密为好 万一通过圣石 可以获得特殊力量的消息 传出去 肯定会出现图谋不轨之人 这点我真没考虑到 现在你获得了力量 想做什么呢 我想帮助村民们 你总是很乐于助人 有什么是你能帮上忙的呢 我要想一想 你待会儿再重新跟我对话好吗 大神官说的有道理 你是暴力蒙天使 还有暴力蒙天使 会使用圣石之力的事情 都最好保密 知道了 比起这个 当下给村民们提供帮助 是很好 但你必须记住 光靠那样是无法获得 更强大的力量的 在帮助人们的过程中 不是也会积累声望吗 的确如此 但是就算让所有诺巴 都知道暴力蒙天使的大名 也无法筹集到传授 我全部力量所需的声望 总有一天 你也要去其他地方展开冒险的 迪奥 不 还是叫你暴力蒙天使吧 暴力蒙天使 你久等了 神殿里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你去找卡塔利安怎么样 我给你写封 担保你值得信赖的推荐信 你不愿意见到卡塔利安吗 你是谁 我没见过你 我是暴力蒙天使 你就是传言中的暴力蒙天使啊 有什么事 我过来 是想给村民们提供帮助 既然有狼牙作宝 我相信你是个可靠的人 但是 村外对你来说太危险 好意心领了 可我真的很想帮助人们 我是怕你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你能干得来粗活吗 没问题 请尽管吩咐 嗯 那请你稍等 我找找有什么工作 村庄附近不怎么危险 你去西部平原收集食材 然后交给赛琳吧 从万神殿西部平原上 栖息的巴纳罗飞身上 收集十个巴纳罗飞的支条交给他就行 谢谢你 你不是要帮助村民们吗 请不要勉强自己 안녕 你这么快就把食材送到了 果然比想象中有能耐 有人偷粮食 眼下没有人手可以部署到粮仓 这下难办了 你要帮忙 这事很危险 我能做好 嗯 那么就拜托你在粮仓前面放烧 发现小偷就立即通知我 不要自己对付他 这很危险 你一定要通知我 这个任务对你来说还是有点难度吧 我能感知到与试图偷走盛食的那些家伙 相似的气息 有人把手啊 我 我得干 看上去像个小角色 这就干掉他进去吧 暴力蒙天使 什么事 小偷出现了吗 你与几个奇怪的祭祀发生了战斗 真是鲁莽 不是跟你说过很危险 叫你通知我吗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他们好像会周期性的刑切 是不是应该去扫荡鱼等 既然已经揭露他们不是一般的毛贼 这事就不好再麻烦你了 谢谢你 请你先回去吧 卡塔利安大叔是信不过我吗 他是担心你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 如果不扫荡鱼等 还会继续遭受损失 卡塔利安会看着办的 你别不当回事 想想办法 我哪有本事说服那大叔啊 不过 如果追踪刚才的气息 倒是能查到那些家伙的根据地 真的 你要追踪试试吗 不过只需打探到根据地就回来 后面的事情交给卡塔利安 你害怕吗 那就没办法了 东边传来令人反感的气息 去东部森林看看吧 食量은 충분한데 더 훔칠 필요가 있을까 你个笨蛋 我们是没粮食财头吗 그런 거 아니었어 我们的目标是圣食 白痴 그랬지 참 之前有个少女发现了我们 他们肯定会在梁仓 部署骑士团 到时候 我们就趁圣殿警卫松懈 去投圣食 소녀라면 그 트윈테일 말하는 거지 주먹이 엄청 맵던데 걔만 식량 창고를 지키고 기사단은 성소에 있으면 어떻게 해 我去梁仓打探过 那里已经不满了骑士团 오 역시 我们去禀报袭击计划吧 我们去禀报袭击计划吧 그래 糟了 他们好像马上要袭击圣殿 我们快去通知卡塔利安 鲍里蒙天使 有什么事吗 我看你脸色发青 这是真的吗 糟糕 不知道他们会先袭击哪个圣殿 得去巡逻一拳 鲍里蒙天使 也拜托你帮忙巡逻吧 虽然我也交代了狂龙战士 但是如果你一起参与 就可以尽快通报先情 请你先去巡逻北侧圣殿 并通知把守圣殿的祭司们有危险 事态谨急 你不也是诺霸的一员吗 哦 是暴力蒙天使 我是你的粉丝 圣食安全吗 有一伙奇怪的祭司 正企图盗取圣食 由我守着 谁敢抢头圣食 你就放心吧 但为了以防万一 请你这段时间 不要离开岗位 知道了 比起这边 我更担心南侧圣殿 把守那里的克里斯蒂娜 比较柔弱 下一个目的地 就去南侧圣殿吧 凯伊尔已经去了南侧圣殿 应该没事 我也去南侧圣殿看看 好 临走前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签名 人们好像很想拥有 偶像的信手涂鸦 你在纸上随便划了两下给他吧 哦 谢谢你 回头我要跟克里斯蒂娜炫一下 感觉那个人一点不可靠 艾斯卡达 你觉得呢 虽然有点滑头 但不像是会被那伙人抢走圣食的草包 只要他不离开圣食 应该没事 我们已经警告过了 他会镇守岗位的 这边就交给那个家伙 我们去南侧圣殿吧 你实在信不过他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快点赶去南侧圣殿 你是谁 请躲起来 有人进攻了圣殿 我是前来确认圣食是否安全的暴力蒙天使 圣殿遭到了攻击 圣食被抢了吗 幸好卡伊尔来得及时 圣食没有被抢走 哦 对了 现在该叫他狂龙战士 狂龙战士去万神殿 向卡塔利安报告此地遇袭的事情了 如果卡伊尔禁止去了万神殿 西侧圣殿可能会有危险 我们快去西侧圣殿吧 你是不放心克里斯蒂娜吗 南侧呢 好像失败了 一群饭桶 我们这就去见麦格纳斯吗 不 他要过来 不 他要过来 我们带着到手的圣食去东部森林 在基地里待命 圣食 不行 这小丫头是谁啊 哎呀 有其他人过来了 走吧 迪奥 醒醒 迪奥 迪奥 你醒了 怎么回事 你遭到了前来盗取圣食的祭司攻击 事后 卡塔利安和狂龙战士才发现你 圣食呢 西侧圣殿的圣食怎么样了 呃 被抢走了吗 这不是你的错 因为我 圣食又 我 我该保护好他的 你先静养一下吧 啊 迈格纳斯要袭击这里 迈格纳斯 必须马上通知卡塔利安大叔 迪奥 邦里蒙天使 你身体还好吗 我很担心你 是不是应该多休息一下 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那帮人说 要把圣食交给迈格纳斯 你是说迈格纳斯是那伙祭司的幕后主使 好像是的 还有 他们还说 他马上要到这里来 哎呀 原来他们盗取圣食 是为了削弱保护罩 不久前 形成万神殿保护罩的四块圣食中 有一块附着到了一个叫迪奥的孩子身上 再加上 西侧圣食被抢走 现在 只剩下两块圣食 靠两块圣食无法维持保护罩 很快 保护罩将会消失 然后迈格纳斯的大部队就会趁机攻入 天哪 请别自责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把骑士团派去粮仓的人 是我 我 我去追回圣食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圣食在哪里 在西侧圣殿只发现了昏倒的你 压根没有找到他们的痕迹 我派狂龙战士去了你说的敌人基地 听说那里也没有圣食 暴力蒙天使 请别担心 我和骑士团无论如何 都会拦住迈格纳斯的大部队 我们去追回圣食吧 我需要休整一下 要是我更强大一些 就可以保护圣食 我真是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就像卡塔利安说的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在保护罩解除之前 必须找回圣食 你知道圣食在哪里吗 你拥有与圣食交感的能力 集中精神就能探知到圣食的位置 重新回到西侧圣殿去 在脑海中 反复回忆该地的气息吧 我办不到 我没有那种能力 你帮我探测圣食的气息吧 你行的 我能与你交感 以及圣食能够以这种形态 结合到你的手臂上 都因为是你才能实现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 就相信我 这事你一定能办到 刀 你没信心吗 但还是希望你尝试一下 知道了 我试试 你感受一下这里残留的气息 然后在脑海中回忆 我好像知道是哪里了 干得好 我们马上出发吧 去基地是不是安全点 四块圣食相当于万神殿的全部 他们肯定想抢回去 估计眼下正在搜索万神殿各个角落呢 不知道那个粉色头发的女孩 偷听到我们多少谈话 假如她听到我们要去东部森林 他们八成会围绕那里展开搜索 基地的位置被发现 是迟早的事 要是她的同伴到的再迟点 我就能结果了她 可惜了 当初她来到圣殿是偶然吗 我们的计划好像泄露了 诺巴郡的反应速度的确太快了 关于入侵圣殿的计划 我们只在基地里讨论过 我们内部 有叛徒吗 有这个可能 基地里一堆笨蛋 也可能是其中有人漏了马脚 不明白她为什么收了那么些饭桶当手下 我一个人恐怕打不过他们 怎么办 同感 你不能去通知卡塔利安吗 你觉得呢 虽然我可以脱离手镯 但是我的声音只有你听得到 你赶紧跑一趟吧 我这一走实在不放心 万一在此期间保护罩解除了怎么办 那也是 只能我自己硬着头皮上了 等待时机吧 假如只是二者之一 还可以试试 知道了 但如果等着等着保护罩解除 我一个人也要跟他们拼了 说实在的 你一个人顶多只能争取点时间 是打不赢他们的 说不定还会丢了小命 只要能争取片刻的时间 也值得 真拿你没办法 知道了 保护罩仍然完好无损吗 好像是的 南边进行的怎么样 没接到另外的消息 最好过去确认一下 我可信不过那群蠢货 我去吧 好 现在是个机会 我拿回上师了 我们把它交给卡塔利安吧 我需要休整一下 暂且撤退吧 麦格纳斯发动了总共 现在局势很危险 你不能这么到处乱跑 我把西侧圣殿的圣尸找回来了 什么 不可思议 是真的 你拯救了我们 我这就去西侧圣殿 把圣尸放好 设置好圣尸之后 保护罩会重新得到强化 是不是太迟了 万一敌人在保护罩强化期间 到达村庄怎么办 据狂龙战士说 敌军的兵力比想象的要少 在保护罩强化的这段时间 他能挺得住 胜利 注定是我们的 真是太好了 这下我放心了 嗯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觉得不太对劲 虽然你是追回了圣尸 但敌人还不知道这事啊 在他们看来 拿到圣尸后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 所以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只派出少量的军队 迈格纳斯本人好像也没有露面 大部队的进攻 也可能是个障眼法吗 有这个可能 他们先假装发动总攻 转移视线后就 有什么企图呢 南边 奇怪的祭司们有提到过 原来如此 他们正在南侧圣殿策划什么阴谋 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到南边去吧 你有什么放心不下吗 那个到底是什么呀 那是召唤阵 那帮家伙 就等着保护罩解除后 在这里召唤兵力进攻万神殿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部队 大师不好 我们快去通知大家 什么 敌人正在设置大规模的召唤阵 原来是声东击西 我这就告诉狂龙战士 让他去阻止召唤仪式 多亏暴力蒙天使 我们才能在召唤开始之前 识破敌人的阴谋 但我还是不放心 假如狂龙战士 没能成功阻止召唤仪式 敌人瞬间就会铺天盖地的 席向万神殿 在保护罩的边界抵挡敌人 和对付进入保护罩里的敌人 是两回事 尽管我相信狂龙战士 但凡事都有个万一 非方万一 请你在万神殿稍作等待好吗 如果狂龙战士失败了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是累了吗 此事关系着诺巴的存亡 谢谢你 狂龙战士一有消息 我就告诉你 我接到消息说 成功阻止了召唤仪式 保护罩也重新加强了 这全都要托你的福 真是太好了 可你为什么沉着脸 狂龙战士提出的作战方案 令人头疼 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 是什么方案 让你这么纠结 听说狂龙战士 去南边阻止召唤仪式的时候 已经有若干敌人 被召唤出来了 虽然打断了敌人的继续召唤 但由于保护罩被削弱 敌人可以完全地发挥出力量 对付现有的敌人也很吃力 就在他苦苦坚持的时候 保护罩被修复 敌人也随之消失了 在保护罩加强的瞬间 里面的敌人就被歼灭了 是的 当时狂龙战士就想到了 这个危险的方案 即先把保护罩解除后 再重新启动 趁着敌人还不知道 我们已追回圣石 修复了保护罩 故意把保护罩解除 也用麦格纳斯的军队 进入万神殿 等全部军队进入万神殿后 再重新启动保护罩 一举歼灭敌人 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然而如果 我们拦不住在保护罩解除期间 涌入的军队 导致圣石再次被夺 万神殿就可能被完全占领 所以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计划 关键是 我们没有人能担当 把圣石卸下来 又重新装上 这个重要的任务 这么说有点对不起他们 但我现在很难信任 看守圣石的祭司们 圣石失而复得 他这么想也情有可原 为了防备意外的危险 我不能离开岗位 卸除西侧圣殿的圣石后 西边的保护罩会最先消失 敌人随之涌入 所以狂龙战士 必须守住西边 秦始团一边要辅助 狂龙战士 一边还要负责 在确认敌人涌进来之后 发射提醒 重新加强保护罩的信号弹 只要有人能担此重任 你就会实施这个方案吗 因为是个危险的方案 还需要得到 平议会的同意 要是 找到能负责这项任务的人 我就可以跟他们提议 我要不要自告奋勇呢 我没有信心能做好 这事就交给我吧 你 我当然相信你 可毕竟事关紧要 这样啊 仔细想想 除了狂龙战士以外 能托付此事的可靠人物 好像只有你 盛世是你找回来的 大家的命运就交给你了 拜托了 暴力蒙天使 为了实施作战 必须有平议会的同意 这份文书里 详细记述了 狂龙战士的计划 请你把它 交给贝尔德一徽章 得不到平议会的同意 我们就无法实施作战 那我 等你消息 什么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我是暴力蒙天使 过来是有紧急的东西 要交给你 我看看 给我点时间 真是个危险万分的 作战方案 而且你要负责 这样重要的任务 也不知卡塔利安 到底怎么想的 金光危险 确实可以彻底 击垮敌人的计划 话是没错 在敌人自以为 取得了圣石的当下 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我一个人 可能做不了决定 你等一下 平议会同意了 这次作战 诺巴的命运 就全掌握在你 和狂龙战士手上了 虽然我不是很看好你 但是卡塔利安信任你 必定有他的原因 你把评议会的决定 转达给卡塔利安吧 有什么问题吗 你拿到评议会的同意了 幸好 事态紧急 我们要立即启动作战 出发前 我会再次说明计划 你准备好 就跟我说 骑士团员之役的 贝德罗斯跟狂龙战士 一起去了西部边界 他们应该已经 做好了战斗准备 暴力蒙天使 去西侧圣殿 解除保护罩 敌人涌接来后 狂龙战士和贝德罗斯 会防守保护罩边界 阻止敌人进入圣殿 等到敌人 全部进入保护罩内 贝德罗斯 会发射信号弹 暴力蒙天使 看到信号后 再重新启动保护罩即可 简单来说 我直接去西侧圣殿 卸除圣石后 等待信号弹就行 是的 你看到信号弹后 马上再把圣石装回去 在保护罩重新启动之前 都不要离开那里 保护圣石 比增加战斗力更加优先 保护罩重新启动后 狂龙战士和贝德罗斯 也会前往圣殿 大家似乎都听懂了 可以开启作战了吗 你还没准备好吗 祝你好运 我要拆卸了 好 下面就等信号弹了 超紧张的 会顺利的 狂龙战士那小子 好像挺厉害 嗯 再说贝德罗斯也在 应该能行吧 贝德罗斯的实力也非常强 是啊 要相信你的朋友们 但是万一 狂龙战士和贝德罗斯 没能挡住敌人怎么办 也许敌人比余想得更强大 或者数量更多 我自有办法 你别太担心了 要真是那样 你就立刻带着圣尸跑去南北两侧圣殿 拿上其余的圣尸 前往大神殿 你叫我带着圣尸逃跑 可为什么要去大神殿 都说了我自有主意 总之啊 你就是太胆小了 是你心态平和 是信号弹 凯伊尔 贝德罗斯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 有点不对劲 保护罩明明重新加强了 他们为什么不来圣殿 可能出了什么事情 走 去看看 嗯 그렇군 你が幻想한 현세カイジャ인가 存在表面 한참의 성이군 那而是麦格纳斯 保护罩一启动 他应该已被削弱 可还是很厉害 我能战胜他吗 천장에 저런 약한 자까지 동원하다니 노바도たらけ군 别虚张声势了 麦格纳斯 我会再次了结你 那家伙 在保护罩启动同时 被削弱了 我们进攻吧 那一 정도는 지금의 나로도 충분하다 调 你没事吧 我是被麦格纳斯的遗迹 给弹出来的吗 凯伊尔和贝德罗斯呢 不清楚 首先要把麦格纳斯 出现的消息告诉大伙 嗯 去万神殿吧 保利盟天使 你平安无事啊 幸好 作战非常成功 现在麦格纳斯 在西部边界 麦格纳斯出现的消息 贝德罗斯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们两人怎么样了 没事吧 两人都安然无恙 多亏贝德罗斯 我们才能及时赶到 真是万幸 麦格纳斯呢 他可能是觉得 在被削弱的状态下 多加个我有点应付不来 所以撤退了 没有人受众伤就好 是的 作战也很成功 真是辛苦你了 这次胜利 你的功劳很大 万神殿的所有人 都很感谢你 看样子 凯伊尔顶住了 麦格纳斯的一击 那小子可是狂龙战士 怎么 伤自尊了 你还要多多成长才行 我也知道 逗你的 你也进步很大 是吗 其实我有点担心 贝德罗斯 就我目前为止 见到的贝德罗斯来说 他确实可能挺伤自尊的 担心的话 你就去看看他呗 以迪奥的面貌 去安慰安慰他 怎么 他可能真像你说的很沮丧 贝德罗斯应该在 赫里西安攻击队基地 啊 迪奥 贝德罗斯 你还好吗 我听说 发生了大战 是啊 我被麦格纳斯 打了个落花流水 你是来挖苦我的吗 怎么可能 我来是想安慰你 安慰 你知道什么就来安慰我 你既没有魔力 也没有参与战斗 我不想接受你 图有其表的安慰 我只是 因为你经常安慰我 别天真了 迪奥 连当偶像的女生都站出来参战了 那时候你在干什么 不管是那个女生 还是你和我 再怎么努力 也不过是狂龙战士的陪衬 那所谓的命运算什么 太气人了 以前我是最厉害的 如今却要你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安慰 贝德罗斯 不表明我是暴力蒙天使 我就没法坦重我的心意 这样也无法真正安慰到他 在他平静下来之前 还是先别打扰他了 没能消灭麦格纳斯 卡伊尔肯定也很郁闷 也去安慰一下他吧 待会儿再跟他搭话吧 迪奥 好久没见到你了 你过得好吗 嗯 卡伊尔你也辛苦了 哦 现在该叫你狂龙战士吧 这样好有距离感 我不喜欢 还是希望你叫我的名字 啊 卡伊尔 你会不会很郁闷 我听说没抓到麦格纳斯 当然郁闷了 但是只要汲取这次战斗的教训 更加精进 将来一定能消灭麦格纳斯 嗯 真棒 我为你加油 我还想问你呢 你没事吧 这伤口怎么搞的 发生了什么事吗 哎 好像是被麦格纳斯 打飞的时候弄伤的 啊 这个 我 我摔的 摔的 嗯 你也知道我很马虎 跑来跑去玩耍的时候 摔了一跤 怎么不小心点 给我看看 在我们为了诺巴的存亡 而战的期间 你跑去玩了呀 贝德罗斯 你怎么这么说话 贝德罗斯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们别再玩过家家了 赫里西安攻击队解散 我 要离开万神殿 狂龙战士 我会变得比你更强大 哎呀 我们快点去追贝德罗斯 一定要劝回贝德罗斯 一定要劝回贝德罗斯 贝德罗斯 凯尼尔 这下怎么办 是不是该告诉卡塔利安大叔 迪奥 我们尊重贝德罗斯的选择吧 他只是暂时心不在这里了 等他想清楚了 会回来的 嗯 嗯 我们回去吧 我待会儿再回去 外面很危险 别跑远了 知道了 发生了太多事情 你后悔接受了我的力量吗 在双石被抢走 没能阻止迈格纳斯的时候 我是有点后悔 假如从一开始就没有力量 我应该只会一无所知地 在那儿祈祷吧 但是经过了那些事情之后 我似乎有所成长 在找回圣石 共同参与狂龙战士的作战 并完成任务的时候 听到感谢的言辞 看见大家的笑脸时 我感到特别幸福 这都是我作为迪奥 不曾经历过的事 我很感激你 埃斯卡达 现在 你的目标实现了 这还不够 我还想变得更强 我想继续成长 保护大家 以前 我一直都是被保护的那个 这才是我刚刚 想对贝德罗斯说的话 说得好 是的 你以后会变得更强 这次你好像积累了大量的生亡 估计现在诺巴 无人不知 暴力蒙天使的名字 他们说你是诺巴的英雄呢 真的吗 没想到我会被称为英雄 太高兴了 那么 你准备好接受新的力量了吗 暴力蒙天使 你需要做下心理准备吗 好 还记得之前的经验吧 集中精神 现在 你可以使用更多样的技能了 暴力蒙天使 我有话跟你说 来我这一趟 是重要的事 我听说了你的事迹 起初看你的装束 我很不满意 没想到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代表评议会向你表示感谢 叫你来并不是为了谢谢你 是想给你委派新的任务 先说正题 要交给你的任务就是 穿过次元传送口 去搜罗援军 次元传送口 你是第一次听说吧 次元传送口 传送口是过去吉伦达尔莫尔 幽静时间超越者科罗尼卡 并取得他力量时 因时空扭曲 而在格兰蒂斯产生的传送口 但由于不知道他通向何处 我们不敢随便使用 然而眼下 我们急需外界的帮助 必须去到新的世界 寻找能够支持诺巴的援军 所以决定使用次元传送口 传送口连通的地方 不知试骗什么样的危险天地 平义会认为 诺巴的守护者狂龙战士 和战场之星暴力蒙天使 是穿越次元传送口的合适人选 迈格纳斯军几乎全被歼灭了 为什么还急需外界的帮助呢 那是因为 为了收复赫里西安 平义会决定攻打暴军城堡 就像你说的 我们几乎全歼了迈格纳斯军 因此 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尽管有狂龙战士转世 和你这位优秀战力 但是光凭两个人是不够的 为了保证收复成功 必须有援军支持 怎么样 愿意接受任务吗 狂龙战士已经硬撑下来 去了次元传送口另一头了 看样子你有顾虑 哇 来到新世界了 迪奥 别太兴奋了 你是来执行任务的 我从来没离开过万神殿 怎么可能不激动啊 我从来没离开过万神殿 怎么可能不激动啊 要走的路还远着呢 要想召集到援军 首先你得变得更强大 嗯 为什么 所有交易都是有来有往 你的战力对人家起到帮助 人家才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有道理 嗯 那么我们去找个修炼的地方吧 那是一方面 但你来到了新世界 也该向这个世界的人们 介绍暴力盟天使吧 不记得你要积攒神网了 哦 对哦 先去打听下这是什么地方好了 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冒险岛世界 这里是冒险岛世界的旅行者们来来往往的六叉路口 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偶尔会自己出来溜达吗 其实我也来过这里 关于偶像的事情 也是从这个世界里学到的 那你之前说 要是事情进展不顺 就去大神殿 也是 一下便聪明了嘛 我本来也是想让你逃往冒险岛世界 我跟你说过吧 总有一天 你要去到新的世界 嗯 你说光让诺巴知道暴力盟天使 还无法使用你的全部力量 是的 要想在冒险岛世界 宣传战场之星 暴力盟天使 演 演出 我还没准备好 你得去帮助人们 让大家知道你的名字 闪行传扬开来 会有利于召集援军 啊 是的 我会作意了 正巧那边有人 你去问问他 在哪里可以见到需要帮助的人吧 你不敢跟人搭话吗 好 我们就去射手村 见见赫里娜 对了 射手村在哪里啊 我得问问他 我知道在哪里 现在就去嘛 你还想在这里多游览一下吗 你好 我叫暴力盟天使 那个 我想帮助人们 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的吗 埃斯卡达 又跑哪去了 埃斯卡达 嗯 怎么了 最近认得我的人越来越多了 也经常有人找我签名 听着连我都感到自豪了 这就是当上成功制作人的心情吗 看来你这段时间努力了 是吗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受 所以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开放下一部分力量 嗯 现在应该就可以 多亏你在冒险到世界里的活跃 积累了许多声望 真的吗 那马上帮我开放吧 我准备好了 不过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嘛 哎 我不好意思说 你还会不好意思 老实说 我精力不够 必须有足够的精力 我才能为你开放力量 要怎么补充精力呀 吃魔精石就行 在格兰蒂斯的时候 我知道哪里有魔精石 所以会自己去找魔精石服用 恢复精力 可冒险到世界毕竟是个陌生的地方 所以我很难找到魔精石 难怪你经常到处跑 要不我去找找 魔精石长什么样 我已经找到哪里有了 但碰巧精力耗尽 只好先回来了 你帮我去收集好吗 好过分 从初级发掘地区里 出没的木面怪人身上 好像可以弄到魔精石 现在就送你过去吗 哦 你弄来了魔精石 谢谢你 我会好好享用的 这就是另一个 世界魔精石的滋味啊 真不错 精力在渐渐地恢复 你准备好 接受新力量了对吧 集中精神 还需要做下心理准备吗 埃斯卡达 这段时间 在我认知里最强大的敌人 就是麦格纳斯 可是 在游离冒险岛世界的旅途中 听到形形色色的说法 让我得知 也许有天 我要面对比他强大得多的敌人 怎么突然说到这么严肃的话题 我意识到 要对付更强大的敌人 就需要更多的力量 是吗 那就加把劲修炼吧 我一向很专心修炼啊 开放下一部分力量 还需要多少声望 你说需要上万名对吧 呃 我说过吗 当初不是你说的吗 从十个人到上百人 接着要让成千上万的人都认识我 唉 又怎么凑够上万人呢 是不是应该开一场演唱会 老实说 你已经够强大了 现在有了力量 不搞演出 也可以靠着帮助人们来积累声望 这里不是格兰蒂斯 你以迪奥的面貌开展活动也没关系 你叫我以迪奥的面貌去积累声望 在万神殿我不让你以迪奥的面貌施展力量 是因为众人皆知你没有魔力 这个 我早该跟你说清楚 对不起 我又想过 或许在这里不变身也能记载声望 那你为什么还是继续变身作战 这个嘛 如果卡伊尔知道我在做危险的事情 他肯定会担心 关键是 我也喜欢化身保利盟天使 锦琴高歌 每当看见人们幸福地沉浸在我的歌声中 我就非常欣慰 连我的内心都被融化了 加上服装穿习惯了也无所谓 粉红色看多了还挺漂亮的 迪奥你的性格就是好 其实我很担心以后再也看不到 暴力盟天使的身影 但是我不敢说呀 看来 你已经做好接受最后力量的准备了 什么 这我可不能原谅你 是你自己笨 没察觉到满足条件了 现在不管去哪里 大家都认得你 暴力盟天使 也是冒险岛世界的偶像了 好了 老规矩 集中精神 你不是想要更强大的力量吗 开启冒险的时刻啊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冒险 始于遇到艾斯卡达 但是我心中的冒险开端 是在创立赫里西安攻击队的时候 当时只有卡伊尔和贝德罗斯 把因为没有魔力而被取笑的我 当做朋友 尽管如今 大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那段时期 我们三人相处得很愉快 小时候只知道无忧无虑的玩耍 比如 被卡卡龙追赶着滚下山坡 或者拿结石块的石头扔着玩之类的 那时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尽管如此 我心中的故乡 永远都是赫里西安攻击队基地 卡伊尔 贝德罗斯和我 不管我们三人走上什么样的道路 儿时的记忆 是不会被抹消的 迪奥 你现在真是强大的金飞西比了 你这么觉得吗 我最近也感觉 自信心大大提高了 你修炼得挺不错 所以几乎可以完美运用我的力量了 真的吗 好开心 这还不是多亏了我的英明指导 虽然你这么说挺臭屁的 但确实多亏了你 我才能走到今天 谢谢你 真听到你说谢谢 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我要再接再厉才行 你能帮我开放的力量全都达成了 接下来要变强 就完全靠我自己了 真懂事 我要不要再多送你一点力量呢 什么 你上次说给我开放了最后的力量 是撒谎的吗 我没撒谎 但是你的进步比我预想的更大 差不多把我和圣石的潜力激发到极致了 所以我才发现 还有新的力量可以传授给你 怎么样 要接受新的力量吗 这回真的是最后的馈赠了 你为什么犹豫啊 狂龙战士 你怎么来了 啊 暴力蒙天使 其实我是来见迪奥的 结果白跑一趟 正要回去呢 啊 是吗 迪奥他 不在啊 我早点回来好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 我 我也是来见迪奥的 好久没见到他了 嘿嘿 原来如此 说来最近 好像一直没见着迪奥的人影 我担心这爱哭鬼 是不是又躲在哪里哭呢 爱哭鬼 是吗 在我看来 貌似迪奥自己一个人也过得挺好啊 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很久没见到他了 啊 因为我俩关系好嘛 几天没见面也感觉隔了好长时间似的 嘿嘿 我还真不知道 迪奥跟暴力蒙天使这么要好 行吧 那我先走了 那个 嗯 那个 基地里闪耀的石头 迪奥叫我替他谢谢你 啊 或许 他还有说别的吗 啊 啊 说很不错 很感动 很漂亮 好像就这只泪 称赞的话吧 嗯 他当时什么表情 那当然是笑得很灿烂了 原来如此 他怎么 一副很难过的表情 如果是从前的迪奥 他肯定会被这些不起眼的小礼物感动得掉眼泪 然后又顶着一双哭肿的眼睛 笑得像个傻瓜 你说得对 迪奥没有我在身边也过得很好呢 看来 他不再是以前那个爱哭鬼了 嗯 应该是吧 那么 我们下回见 暴力蒙天使 啊 你就要走了 再等等 说不定迪奥就回来了 我已经确认他过得很好 现在 可以安心离开了 我该放心才是 怎么觉得 这么不是滋味呢 迪奥 你看上去有心事啊 我想起来 我以前还真像卡伊尔说的 是个爱哭鬼 有一天 雨实在下得太久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太阳了 还为此哭过一场 所以被叫做爱哭鬼也无话可说咯 不过 当时卡伊尔是这么说的 别伤心 迪奥 等这场雨把全世界冲刷干净 明天一定会升起更明亮的太阳 说得真好 悲伤的日子过去后 总会迎来欢笑的日子 嗯 是啊 如今小迪奥终于擦干眼泪 露出了笑脸 接下来 你打算去哪里 我 我要去加起彩虹 彩虹 这场下了数百年的雨 总算停歇 为了让大家擦干眼泪 徜徉在晴朗的天空下 我要去加起 又大 又鲜艳的彩虹 因为我可是 人见人爱的 战场之星 宝丽蒙天使 迪奥 狂龙战士 你为什么会不惜姓名的 想要拯救他人呢 你为什么甘愿为冒险岛付出那么多 那里是和格兰蒂斯不同次元的世界 你有必要做到那个地步吗 那你现在 想起该做的事了吗 用自己的眼睛 去亲自审视一切吧 即使受到他人的蒙蔽 真相 也不会永远被埋没 睁开被蒙蔽的双眼吧 靠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去做你该做的事 迪奥 靠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去做你该做的事 狂龙战士 你真的成长了很多 请始终记住 所有道路都在你的心里 迪奥 所有道路都在你的心里 狂龙战士 西纳斯骑士团 我分明听过这个名字 据说是在冒险岛世界里 形成了强大势力的集团 他们找我什么事 暂且 好像没必要拒绝 是 我该去哪里跟你们见面 这些士兵是干什么的 是个圈套吗 可是西纳斯骑士团 为什么要对我 你们是什么人 真的是西纳斯骑士团吗 据我所知 你们是一群正义之士 为什么这么对我 最危险的敌人 你说的究竟是谁 麦格纳斯 那家伙也在冒险岛世界 犯下了恶行 与西纳斯骑士团的谈话 这是个机会 说不定能借此找到 与诺巴合作的同盟 就跟南哈特走一趟吧 好的 这个嘛 我就不清楚了 可以确定的是 麦格纳斯 是奉吉伦达尔摩尔的 命令行动的 是的 好啊 我们诺巴平议会 也会很赞成的 好久不见 狂龙战士 说吧 你来万神殿有什么事 寻找同盟的事情 有成果了吗 这公寒 稍等 我抓紧看一下 虽然不到同盟的程度 但信中说到 像结成友好关系 是啊 不可能与素未谋面的人 立刻缔结同盟 这是明智的 我也觉得他们挺可靠 而且还得知了 麦格纳斯的心机 我做梦的没想到 那家伙还去过冒险岛世界 也许他所受的重伤 就是在冒险岛世界治好的 我认为 从所有方面来看 他们都是地结同盟的合适对象 但我也仅仅是通过书信 与他们交流 没有亲自见过面 所以你的意见很重要 在你看来 西纳斯骑士团那些人怎么样 我觉得 大家可以建立很好的关系 是吗 我相信你的判断 希望你今后 也继续扮演 连接我们双方的牛带 那边 那个背影 莫非是狂龙战士 居然在这种地方见到他 真是久违了 去跟他聊聊吧 狂龙战士 暴力蒙天使 竟然在这种地方见到你 真是太高兴了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我听说了很多消息 听说了很多消息 我的消息吗 是的 关于暴力蒙天使 活跃世界的消息 也在冒险岛世界里 传得沸沸扬扬的呢 很庆幸得知你过得不错 原来如此 你怎么样 过得好吗 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的 你总是这么随便敷衍过去 我有那样吗 也许吧 你很了解我呢 就好像认识了很长时间似的 啊这 啊这 在 在冒险岛世界寻找援军的事情 进行得顺利吗 小有成果 我们决定与冒险岛世界的 西纳斯骑士团 结成友好关系 哦 西纳斯骑士团的话 我也听说过 他们好像是冒险岛世界里 实力最强的团体 能与他们结成友好关系 真不简单 也是走运 是西纳斯骑士团方面先联系我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也有着和我们相同的敌人 嗯 据说西纳斯骑士团最大的敌人是黑魔法师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迈格纳斯居然是他手下的军团长 看来他早就知道冒险岛世界了 所以我今后打算留在冒险岛世界 一边协助西纳斯骑士团 一边获取信息 显然这对彼此都是有利的 嗯 一定会的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援军 可是你这么快就搭建了友好关系 真是了不起 有点羡慕你呢 只是运气好而已 嗯 啊 不好意思啊 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朋友 他也经常说我很特别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狂龙战士是很特别的人哦 你总是为他人着想 愿为他人牺牲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你一直都在鼓励我 就像迪奥一样 真是谢谢你 其实我 其实我 哦 啊 不 没什么 好久没见到诺巴 我太高兴了 那我先走了 回头见 告辞 贝德罗斯 你终于来到这里了 卡伊尔 是我太傻了 本来想骗你 却反而上了你的当 还让幽灵军队遭受了打击 没想到你会用这么狡猾的方法 我误以为你还像从前那么单纯 我是狂龙战士 作为诺巴的守护者 为了守护诺巴我什么都能做 真是令人厌恶 要是当初我替代你成为了狂龙战士 也不至于变成这样 已经太迟了 我 会再次处决你 我不会乖乖认输的 狂龙战士 就算死了我也要拉你垫背 贝德罗斯 又见面了 暴力蒙天使 这次我一定要灭了你 你非要玩抗到底吗 你原本不是这样的人啊 现在反省 回万神殿还来得及 什么 你对我了解多少就敢这么说 我当然了解 因为我就是狄奥 我当然了解 因为我就是狄奥 你是狄奥 不可能 狄奥没有魔力 她根本不可能变成战场上 大名鼎鼎的暴力蒙天使 自从圣石附着到我手上后 我就获得了这样的力量 虽然以前和你一起被麦格纳斯打败 可从那以后 我就努力修炼 变得强大起来 你真的是狄奥 继卡伊尔之后 连狄奥也获得了这样特殊的力量 幸运之神怎么就不眷顾我一下呢 不管你是不是狄奥都无所谓 我会坚定追随麦格纳斯 他注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我就在此 送你上路吧 结果这就是你的选择 没关系 我早有心理准备 虽然没能阻止你走入歧途 但是看在有意的份上 我会打败你 结招吧 诺巴的军队终于来到我面前了吗 该死 怎么会落得这个天地 是我的选择错了吗 不 不会有错 假如我傻傻地留在那个位置上 最终只会沦为无名小卒 只要打赢这一仗就行 你呀 麦格纳斯就会颠覆一切 在成为最后胜利者的他身边 我将会打赢了一仗 我将会帮你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麦格纳斯的时候吗?连觉醒为狂龙战士的你,在他面前也只不过像个矛头小子。 当时我就感觉到了,我所期望的真正的强大,就是像他这样的,绝对的压倒性的力量。 我意识到,那是我该追求的道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你没费什么努力就得到了狂龙战士的力量,自然可以那么做。 但我不是,我要尽情地施展我的力量,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接到报告,说有个叫狂龙战士的高手表现得十分活跃。 在此除掉你的话,赫里西安收复队的战力也会被大大削弱吧?我今天就灭了你!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贝德罗斯真的背叛了我们吗?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贝德罗斯真的背叛了我们吗? 现在怎么办?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帮卡伊尔吗? 诶,幽灵部队正从后面涌过来,该不是贝德罗斯叫来的。 我得先拦住那些家伙。 诶,幽灵的数量太多了,没想到击退他们这么费功夫。 诶,卡伊尔怎么样了?那边好像也结束战斗了。 诶,先听听他们说什么。 诶,你比之前更强了,狂龙战士的力量可真了不起,但我并不打算放弃。 估计这会儿,幽灵军队已经扫平了黑市的据点,你将失去所有基础,变得孤立无援。 诶,我们下回见卡伊尔,到时候我一定杀了你。 诶,他往黑市派了幽灵军队,原来这是个双重陷阱。 不过,伊戴纳应该是不会吃这个亏的,他似乎早有防备。 返回黑市,打探一下情况吧。 贝德罗斯,你在哪里?是我,卡伊尔! 你终于出现了,我还以为你会对我的心不屑一顾。 贝德罗斯,怎么回事?你怎么成了麦格纳斯的手下? 你轻轻点,力量是拿来帮助人的,而不是用来压迫他人的。 还有幽灵,还有幽灵,我不想跟你打。 但是,如果你背叛诺巴选择以麦格纳斯为我,我作为诺巴的守护者狂龙战士,必须处决你。 估计这会儿,幽灵军队已经扫平了黑市的据点,你将失去所有基础,变得孤立无缘。 哦,他将我引入陷阱,同时攻打了黑市吗? 难道,大家没有受伤吧?我得赶紧回去! 这! Honestly,我 duy opportunity玩 Sex的会儿了,不 Wij。